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友拍下影片写上会去做善事回向给掉钱的人 虽然是好意 但是却可能触罚 不管怎样都是一笔钱 也许真的那个人会很需要 就算是十块一百块 因为自己会掉钱一定会心急 所以就会觉得说还是送警察去比较保险 监到钱大部分的人都认为应该要直接送去警局 但依照规定如果是五百元以下 不是证件 信用卡或记名票证 只要自行保管一个月后就能取得所有权 但五百元以上就必须通报警察并缴交 否则就可能触犯侵占罪 移私物的所有权能归私主所有 所以实得的没有权利就移私物做任何的处分 就算是做善事也一样 陈乔恩透过经纪人回应 因为不熟悉法律会马上把钱送交警局 并拍影片宣导正确观念 艺人作为公众人物言行被放大检视 更得以身作则 三连新闻 吴冠云 张志豪 台北报道